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好了!書房有沒有很穿透? 有!穿透穿透穿透 有沒有很厲害? 有有有 厉害厉害 不只这样 以细节贴心著称的张德良设计师 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呢 让我们来看看 在设计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 主卧房的一个小玄关 玄关为什么特地要做一个玄关呢 这里就是主卧房的入口 对 那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房子的话 也加了是所谓三大头旁 那我们希望每个人 都保有它空间的私密性 因为主卧房的房门 它的设计必须要对向所谓的空空间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电视 刚才我们讲的主卧的定位 然后希望让它能够 对这个主卧房的门稍微有点遮挡 那这样子的一个遮挡的设计的话 就可以保有这个主卧的一个私密性 没错哦 这样子一个玄关 你居然是门全部打开或关起来 客厅的客人都不会直接看得到 对于三大头的那一书 这最好 因为各自的隐秘性都保护到 看到没有 玻璃隔间 刚才我们设计所说的非常的通透 包括书房 餐厅 厨房 通通看得一清热煮 光线也通通进得来 是 虽然看得一清热煮 可是我们要的所谓空间上的隐秘的时候 我们通过又这样一个窗帘可以放下来的方式 就可以完全达到百分之百的隐秘效果 就是通透也有 隐秘也有 并且呢 窗帘拉一半 也有光线投进来 投射出来的角度的不一样 也很有味道 这边原来是一个房间的一个尖角 原来的 这边 对 哦 那我们透过设计的话 我们把这个肩胛给用一个曲线 把它给揉化了 诶 感觉很柔和温柔的感觉 是 而且透过这样一个揉化的话 我觉得可以避免这个风水产生上的疑虑 啊 对啊 如果这边有个直角 对着睡觉的男女主人 怎么看起来就是怪怪的 感觉不舒服 而且你变得揉化 只有房间反而变大的感觉 考量到三代同堂 更需要各自的私密空间 张德良不但运用电视主墙 作为主卧的小玄关 且连接书房的墙壁 同样以玻璃为隔间 让屋主随时照护到家中的每一个人 且连风水问题都顾虑到 并利用隔间的调整 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空间机能 好大的衣帽间哦 是 可是我们的收纳还是规划的非常非常充足 当然啊 你看这么多的衣柜 放大衣的 放各种的衣服冬季的 还有这边你可以看到 格抽 对一些西部的一些规划跟收纳 帽子啊 小皮包啊 是 这男女主人也收纳得真好 设计得很好 说之后还有一个小的储藏室在这里哦 这个地方 这个房间还有储藏室不是衣物间 这个行李箱不会败哦 张德良将主卧部分空间让出给书房 利用书房后方的长型空间 规划为主卧衣帽间 即可收纳大型物件的储藏室 并串联主卧睡眠区及主卧浴室 超强的收纳设计 对于需要极大收纳量的三代同堂家庭 再实用也不过了 阿嬷有自己的房间 为什么要特别有一个阿嬷的房间呢 对 因为阿嬷原来在旧的房子那边的时候 那她是跟孙子睡 她并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好辛苦哦 是 可是现在让她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是 那本意想中 她是主卧后面那道墙 对 我们刚才看到 主卧那个隔间是一个曲线的隔间 对 对 那因为曲线隔间它有深有浅 然后利用这个深浅不同的落差 我们规划了阿嬷这边的收纳 那比较深我们就可以摆比较大型的物件 然后比较浅的做一些适当的规划跟设计 那如此的话就可以保持这个空间完整性 没错啊 曲线因此有深的柜体 有浅的柜体 里面还是非常的完整跟方正 除此之外 设计师 这个房间的光线八角窗真的很好 很棒 而且我觉得啊 最亮的房间 景色最棒的房间 留给了山寨档当中最幸福的 阿嬷 是 因为阿嬷本来就是要需要多多曬天的太阳 比起这算是孝心的影子 是 没错 将原来建商规划的合适空间调整为阿嬷的房间 阿嬷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贴心的在八角窗台贴上烤漆玻璃 张德良让爱干净的阿嬷更好清理自己的房间 这边有所谓的书柜 然后里面有抽屉的一些规划跟设计 然后门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整容器的设计 因为小爱在长大过程中 对于全身整容器的依赖越来越高 然后希望做一个很大片的 去满足他在整衣上面的一种需求 阿嬷有了自己的房间 屋主的两个小男孩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针对两个分别在青少年期 及小学阶段的儿子 张德良也为他们规划了贴心设计 弟弟的这个整容器的下面 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夜灯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一般设计 希望提供给家人居住安全上的一个考虑跟规划 让我们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恐龙的一个图腾 那希望在这个小朋友的房间里面 让这个样的一个图腾 增加这整个空间的一个趣味性跟变化 厨房餐厅好大好大 诶 这个很特别 这是装饰作用吗 这个其实就是防烟格杂 防烟格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开放式的厨房 因为我们怕它油烟 如果抽烟机没办法吸取干净的时候 因为热空气上升嘛 对 我们就让空气留在上半段不要溢出来 哦 有这样一个功能在 并且也是玻璃材质的 它也比较好清理 对 不止于此我还发现了 地板是个斜角耶 设计师 是 那这个斜角的话 我们是做一个门槛 为了收这个木地板的高低落差 嗯 而且我们可以打一个斜角 就是说希望人在进出出路的时候 不要因为这个过大的落差 产生这个危险 哦 而且斜角也走起来比较方便 不是一个像楼梯般阶梯的感觉 是 也算一个区隔吧 是 厨房 餐厅区隔得非常明显 是 细节的设计大大提升了屋主的生活品质 不过对于家中人口众多的三代同堂家庭来说 家要整齐还是要有足够的收纳规划 透过收纳需求调查表 张德良充分了解居住者的需求 除了因地制宜的规划 适当的收纳柜 还以收纳物件特性做特殊的设计 那抽屉的话里面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是所谓的栏架 那栏架的用意就是说 我们用过的水杯 就算是湿的放在这边的话 它可以透过透气开放的一个空间 它可以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干燥的一个 自然干燥的效果 那这个柜子我们一般规划定义 就是说给客户他家里的 比如说男主人或女主人 他的公式包或小朋友书包的一些收纳 那我就会透过这样一个方式的收纳 其实让拿取收纳 就会比较轻松而容易 在浴室收纳的柜子的话 通常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防潮耐潮的一些功能 所以在这柜子的表面材料 我们特别去考虑到它这个 在使用的浴室空间潮湿的问题 用了对的材料来做对的事情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浴室柜子的收纳功能 其实我们就会针对物质的需求来去做规划 包括这边也是柜子 这个是我们预留的什么线权的出口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打开看了以后 里面有网路线的一些连接 然后它预留有Cable 或者是预留的电源的一些出口 那这些线材的话 多余的线材 我们就通通可以往这个线权里面做一些收纳 我们鞋子的话 我们的生活经验 它有可能会因为潮湿或长期使用关系 它有异味 那我们会透过一个所谓排气扇的设计 那前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有一个叫做感应开关 那我们的设计的想法就是说 把门一打开的时候 那感应开关就会触动了排气扇的 这个启动跟使用 从原来五口集在两房的小房子 到现在的五房居家 三代人不仅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透过张德良的格局重整 集在居家每个角落的细心规划 更拥有舒适的生活品质 实现了屋主对家人的承诺 也为这第三次的合作有了完美的结局 因为我跟我太太就很喜欢旅游 是 那每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用杯子来记录我们的旅程 从玄关进来 其实第一眼就是先看到这边来 对 你这边是非常的想念